日本学生观光团 整批涌入礼品店大采购 但手上拿的伴手礼 却跟传统印象不太一样 芒果葱が美味しい って結構先輩が言ってたんで 芒果葱がやっぱ人気って言ってたんで これいっぱい買って帰ろうかな もう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 他のとこで買って 買ってきて でもこれまだ買ってなかったんで これを買いました これは日本にいる 日本遊客愛吃甜食 手上拿的通通是甜品 各国遊客喜好不一 日韓最愛芒果乾 芋頭酥 路客愛吃咸肉乾 牛軋糖 泰国マラシア 則偏好高餅類商品 他也許来十趟 然后他八趟 他都是買鳳梨酥 那他朋友也会跟他讲说 怎么每次你来买 伴手禮都是买那个鳳梨酥 就渐渐他们也会 挑選别的产品 不只传统食品礼盒 外国遊客由台湾最爱 礼物居然是隐形眼镜 价格是国外半价不到 品质又好 不少游客花上万元 直接买其一年份 要装店面膜也是热销商品 台湾面膜产量世界第一 種類多又便宜 更吸引日韓客目光 观光局统计外国旅客 来台湾购物比较消费金额 第一名仍是名特产 其次才是珠宝跟服饰配件 旅客习惯转变 店家也得跟上脚步 才能捞到观光财 三中央杨胜定 谢孟哲台北报道